最近一段时间多次网网宋仲基与宋慧桥婚变, 还传出宋仲基故意与宋慧桥冷战的绯闻早前双方也透过经济公司代为成亲婚变传闻是不时报道。 不过宋仲基与宋慧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公开出席活动合同矿, 各自单独工作也都将婚戒斋下。 韩美只在韩国结过婚的艺人不带婚届参加活动的十分常见的事情。 不过不知是因为近段时间工作量大的原因还是宋慧桥在刻意减肥。 宋慧桥越来越销售了最近的工作照虽然很漂亮找白色群青纯如少女, 但也销售模样也非常明显。 宋慧桥其实一直都不是骨感美女这次的工作照莫名的销售骨感。 当初刚与宋仲基结婚时,幸福肥模样曾多次被指怀孕了。 当时的宋慧桥面色红润,脸上明显有肉,而且连腰身都明显健粗了很多。 所以当初刚结婚不久的宋慧桥和宋仲基多次被传要当父母了。 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证实只是单纯的幸福肥。 可如今传出两人婚变消息后虽然公司也待未澄清了, 但宋慧桥却销售明显希望乔美要主要身体多吃点啊。